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四开低走低 只有推特上市及宠爱余医生逆势大涨 道琼纳斯伐克指数则是纷纷下跌 欧洲央行意外的宣布降息 欧股星期五开盘涨跌互建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英国以及法国股市下挫 而德国股市则是上涨 收到美国即将公布重要的非农就业数据 投资人谨慎情绪上升 雅股走势疲软 日经指数跌幅1% 韩股股市跌幅0.96% 而香港股市的跌幅是0.6%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新股海峡 马来西亚 印度股市都是下跌的合逐 收到券商股走跌的拖累 大陆股市后继乏力 互宣指数全面下跌作收 上涨指数跌幅是1.09% 收到美国股市重挫的拖累 加上最新公布的MSCI半年度调整 之中遭到了双双调降 台股今天开低之后量缩震荡 中场指数下跌了54.12点 收在8229.59点 美国在周四公布了第三季国内生产毛额GDP 计增年率优于预期达到2.8% 创下一年来的高点 不过其中消费者和企业支出都趋于审慎 显示经济尽管持续在扩张 但是美国朝野对立确实还是影响到了民间的信心 而这也代表美国本季GDP成长率可能会有所减缓 金融时报报道 在经历了债势动荡和美国预算危机抑制需求以后 新兴市场债券销售已经反弹 渴望连续第二年刷新记录 联准会在5月传出计划缩减QE规模的讯息后 导致投资人相继地把资金从新兴市场撤出 市场货币与债券大幅重挫 但是随着联准会在9月意外维持QE不变 使新兴市场重新又恢复冷静 并且带动债券销售热潮在起 曾经在美国拥有超过9000家的连锁影音出租店 百事达Blockbuster 在6号宣布将关闭全国最后的300家直营店 只剩大约50家加盟店自行经营 网络数位影音改变了全球消费者的生活 也彻底地打败传统DVD出租业 美国的百事达吹起席灯号 大约造成2800名员工都将失业 敌不过线上影音崛起 美国连锁影带出租龙头百事达 即2011年宣布破产之后 接手的敌许网络公司6号进一步宣布 关闭300家店面让百事达吹起席灯号 1990年代窜起的百事达 打败当时品质参赐不及的传统出租店 之后迅速展店 每到星期五晚上几乎每家百事达分店 都出现抢租人潮 在2004年前的事业高峰期 光是在美国就有超过9000家店面 分店更是遍布全球 至于台湾百事达在去年品牌合约到齐后 已经改名经营 两年前买下百事达的敌许网络说 未来百事达网络影音随选服务将持续 而美国另外还有50家加盟店 也会暂时营运 记者综合报道 拥有全球超过2亿用户的社群网站 Twitter推特在纽约证交所掀起了疯狂 7号在纽约证交所上市 推特的发行价每股26美元 盘中最高一度冲破50美元 涨幅超过7成 最后收盘价45.1美元 短短一天推升 推特的市值暴冲到250亿美元 华尔街股市四处都是 推特的蓝色小鸟的影像 推特热潮席捐纽约华尔街7号美股开盘 敲钟任务找来推特高层 背后还能看到推特旗帜高高挂 首次公开发型股票 推特股价一飞冲天 大股东喊投资人小呵呵 证交所里的荧幕 俨然成了推特宣传广告 走到哪都能看到它的符号 连证交所外头的美国国旗 也被卸下挂上推特旗帜 果然推特上市表现也没叫投资人失望 推特美股发行价从二十六美元 涨到了开盘时的四十五点一美元 涨幅达百分之七十三点四六 最后中场收在美股四十四点九美元 短短一天推特市值就从一百四十二亿 冲到两百五十亿美元左右 成为脸书去年筹得一百六十亿美元以来 美国科技业最大规模IPO 但部分分析师对推特未来表现却不乐观 专家表示推特人面临诸多挑战 推特七年未曾获利 尽管拥有二点三亿名使用者 但推特用户平均收益不 但不如脸书积极向外拓展支出 恐持续上涨 股价能否一路风光 投资人最好在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最近建议全面禁止食物含反式脂肪 并且着手研拟相关的法案 当局指出 这种会造成动脉阻塞的油脂 让人类食用并不安全 必须要全面的禁止 反式脂肪是许多油炸食品当中盛行的原料 例如人造奶油或者是微波爆米花 还有许多素食店餐点里面 都含有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被认为对人体的心脏最有害 FDA指出 只要完全禁止使用反式脂肪 那么美国每一年就可能防止 2万例心脏病和7000例死亡事件的发生 美国商务部将对台湾输王 美国的非方向性电磁钢片展开双反调查 这也是美国27年来首度将中华民国官方补贴政策 列为调查对象 反倾销调查的厂商 包括中钢和立钢两家公司 这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案 是美国AK钢铁申请的 业者建议课征反倾销税率 52.23%到101.51%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预计 12月2号前做出初步判定 看中钢等两家公司是否对美国业者造成实质的损害 顶心集团魏家卷入了黑心油的风暴 现在连集团内部的资金流向都引起了外界质疑 魏家是不是用康师傅TDR吸金170亿 然后给母公司去买101大楼股权 台湾的经管会主委已经表示 要查康师傅的资金运用状况 而风暴中心的卫权食品股价是跌跌不休 四天来市值蒸发已经超过了40亿台币 顶心魏家出事情了 就连当初入主台北101的37亿台币 经管会也要来查 是不是有挪用康师傅TDR的资金 黑心油让魏家诚信破功 不止食品安全让人不信任 现在外界也把矛头指向顶心资金运作 2009年底 康师傅TDR风光回台上市 以溢价率两成 中签率小于5% 筹到170亿元资金 但后来魏家以37亿元买101 再拿13亿元买地保 资金哪里来 魏家没有交代清楚 现在经管会要来查 资金是否从康师傅当初募资TDR而来 我们认为说这个可能性几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在同一个集团之内的话 透过资金的一个移转 事实上在市场上面 投资人透过财报是很难去做发现的 引发正义 就是因为抗师傅TDR才上市两天 就破功 投资人套牢 而顶心旗下的卫权 也在这波风暴中 引发投资人信心崩盘 6号遭到搜索 董事长跟总经理都列被告 7号股价就打到跌停 8号还是持续下挫 4天市值就蒸发超过40亿台币 然后他们就会利用一些很多管道来募资 然后他明其目就说 他要干什么干什么 其实他背后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真的 我们平民老百姓真的也不晓得 魏春股民等于踩了大地 雷只能自认倒霉 但这波投资损失何时能止血 也是散户最想要魏家给个答案 记者陈俊正林杰台北采访报道 在台湾新北市的喉童 这儿可以说是猫咪的天堂 那么这里早就已经是 爱猫人的热门景点 现在还登上了国际版面 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选为全球六大赏猫景点之一 来到喉童到处都是猫咪 喉童的猫咪已经习惯人类拍照 因此猫咪一点也不怕声 还能和人类亲密互动 小咪你要下来吗 不要下来好了 CNN旅游网页最近选出 全球六大赏猫景点 喉童也入列 CNN特地介绍喉童的历史 喉童原本是废弃的矿坑 意外成为猫咪乐园 由于猫咪繁殖快速 再加上喉童离台北 仅一个小时车程 交通方便 让许多爱猫人士都愿意到此一游 这些猫不是普通的猫 你看这些名字 这些名字是Hemingway的猫 美国大文豪海明威生前 特别宠爱他的猫雪球 因此他位于佛罗里达的纪念馆 收养了一大群六指猫 其他包括罗马 土耳其和日本的 两座猫岛 也都获选为最佳赏猫景点 喉童本来就是台湾人热门的赏猫景点 经过CNN的介绍后 现在可能成为 全球爱猫人士的必访景点 记者何卫珠综合报导 以后在台北松山飞日本东京的全日空班机上 也可以吃到冠军牛肉面 还有故宫金华国宝燕菜色 台湾金华酒店日本全日空合作 推出五星级机上美转 将在明年台北松山机场飞往日本东京 羽田航班商务舱上呈现以农历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三大台湾节庆 为主题的精致美食 大陆旅游法冲击旅游业 根据统计 10月大陆团客下降33.6% 但11月到现在已经回升到每天4000人 10月自由行也比去年增加了142% 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表示 整体看来这应该是短空长多 预估今年来台旅客 保守估计可以达到770万人次 很有机会挑战800万人次 大陆媒体披露 大陆113家央企和它的上市子公司的员工年薪 大约11.14万人民币 是私人企业员工薪资的3.8倍 根据调查指出 虽然大陆央企员工薪资的涨幅有减缓的趋势 不过这些因为大陆官方给予特权 而得以垄断市场的企业 员工平均薪资依旧是远高于社会平均薪资 很可能引发和积累社会的不满情绪 进而伤害到国企制度以及政府公信力 距离圣诞节虽然还有四十几天 不过欧美各大知名的百货已经展开倒数了 法国巴黎春天百货请到了女星 葛尼斯派特罗为圣诞橱窗揭幕 而特别受到瞩目的伦敦老字号百货公司哈洛德 也将圣诞橱窗装饰为火车车厢的模样 布置也相当的奢华 尤其是到了晚上 还以为是电影里面的梦幻场景 让人看得眼睛为之一亮 仿佛来到电影哈利波特的世界 全世界最大百货之一 拥有英国百年历史的哈洛德百货 橱窗缤纷灯光 在夜幕下更显得金黄亮丽 这就是今年哈洛德百货 夜旦橱窗走的是奢华风 宣传广告以经典蒸汽火车为灵感 哈洛德百货把每个橱窗装点成火车车厢的样子 橱窗外头两旁挂有约九公尺的耶诞树 里头展示的服装配件及家具等摆饰 只能说真的是超奢华 为此哈洛德百货动用了五十人 花了五百个小时 装饰六十颗圣诞树 挂上超过十万颗灯泡 路过的行人无故停下脚步拍照 而其中最贵的一件礼服 相满水金要价台币三百七十八万 另外为拉开圣诞序幕 哈洛德百货还有风街游行 有小丑乐队还有小朋友爱的海绵宝宝 和各种经典卡通人物 带给在场大小朋友欢乐 镜头再来到巴黎 法国著名的春天百货 则请来女星葛尼斯派特罗 为圣诞橱窗揭幕 随着圣诞节脚步逼近 各大百货卖足权力 希望能拼出好业机 记者最好报道 广告之后回来 财经旺焦点的单元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模特尔经纪公司 现在也兴起了派遣风潮 举番节目来宾 活动的showgirl 只要有需求都可以派遣 这也意外地造成了一波新的商机 锁定稍后的亚洲最期限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的 财经旺焦点这个单元 来来看看这个电视 综艺节目真的现在是五花八门 那么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素人 就直接在节目上面卸妆 好像这些女生 也不怕自己变丑 那么要谈感情 谈亲情 什么都好像可以谈 制作单位要在短时间 要找到要符合他们条件的人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一定有时间上的压力 甚至人力可能也不足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有人力派遣公司 作为他们的后盾 不管条件开出来的是多严 多么奇特 从找网拍模特儿 到整形模特儿 凡是制作单位提出的任何要求 派遣公司都得要使命必达 年轻美美应征网牌model 搭伴水荡荡 灯光打下去 拍起照来 美机效果百分百 像这样来应征 人力派遣公司 每天都有case上门 种类五花八门 一张张通告单 要求从身高体重 年龄身材条列出来 别看这小小一间公司 只要一接到特殊寻人启事 使命必达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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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节目想找马来西亚乔生 一同电话 人力派遣公司不到24小时 帮制作单位乔到位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 永远的爱 乔生那表演刚好纠北上中 来陈念书顺便打零欧 也能增加曝光率 以未来心路铺路 像分手擂台 你有帮忙找过吗 找过啊 那很早的节目啦 那就是 我们不能讲说是怎么样 是只有待会有找过我们 最常见的就是找来素人卸妆 或是谈亲情感情 甚至连最经典的情侣吵架通告 人力派遣也一手包办 综艺节目五花八门 成了派遣公司的另类商机 订阅黄建宇文宣台北采访报道 从摩托尔经济呢 再到兴起的这个派遣风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行业 在刚才您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 所看到的这位小罗 现在就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特别请他来 小罗家族执行长罗伟伦先生 我们欢迎他 小罗 你好 我想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说 真的不是好像以前我们看到 都是人力银行在负责帮忙派遣的吗 可是怎么现在连摩托尔经纪公司 也在帮忙协助做这个派遣 这个就跟我们所认识的 这摩托尔经纪公司 真的蛮不一样的 因为你看以前我们好像知道 就是说摩托尔经纪 就是在培养艺人 培养摩托尔 但是现在怎么变得 这么样的这个多元 应该是这样讲 现在的素人太多了 像红人太多了 是 对 那变成制作单位 要的人越来越多 我必须要去满足 制作单位为要的人 所以说变成说 业务就越来越多 是 那像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公司分的会比较仔细 就是模特有模特的部门 那派遣派遣的部门 我们是把两个部门分开的 为什么也一定要分开 分开的好处是什么 应该这样讲 有素质的问题 素质 比较好的 我们可能把它做 网派模特 平面模特 广告模特 那些有素质 可能没那么好的 又对这行有兴趣 那通常公司会把它 编到派遣这个单位过来 是 那这个派遣是属于 刚刚我们跟这个 模特这边来比的话 它这个比例 大概是怎么样 以目前的话 派遣这边 用的人数会比较多 你看有时候我们去接 电视台领演也好 广告领演 它有时候一去就是要一百个两百个 你必须就是要去满足它们 你们的database有这么多啊 曾经它有五百个 你要去找 五百个 对 然后可能靠过关系 或是在公司粉丝专业 或是在一些有关于 模特的通路上面 去刊登这样的广告 那有兴趣的人 就会写信来保密这样 那你们这个 对于他们所提出的任何要求 不是都要赶快符合 使命必达吗 那通常是不是都在 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必须要做到 通常像那种 人数比较多 通常大概两天到三天 那也很敢啊 我们这样听起来都觉得很敢 其实还蛮可怕 就是每天就是 每个经纪人 就是在狂打电话 然后找人 那去找朋友又找朋友这样 所以小罗 我这样听起来 其实就是说 因为你们什么大小活动 什么样的节目 任何的通告 这些需求 你都必须要符合 而且就像你刚刚讲的 两三天之内 要找到五百人以上 这样子听起来 真的是非常神通广大 那我很好奇 就是说 你们还有 这个接到的这个通告 或者是接到的这个任务 是有什么 是可能我们所想象不到 其实都有 其实有说像 奇奇怪怪的 比方说 还有 我们之前也接过就是 有一对新人要结婚 然后女方家长不同意 请我们这边派一对宁眼 去当他父母亲 去做这个喜宴 这是比较特别的 是 好 那经营这样子的这个公司 条件是什么 是纯靠人脉吗 应该是这样讲 那还有里面的战斗力 因为如果经纪人 没那么有战斗力的话 再多大的案子 你也不可能 承接得下来 对 所以这跟小罗 您自己个人的 过去的这个经验 经历 是不是累积起来的 其实我做这场快20年了 然后其实人脉 通常都会有 对对对 那其实做这个工作 其实是因为兴趣 是 对 可是你是从娱乐圈出来的 那你的人脉 应该都是就是在娱乐圈 那可是你要接这么多 五花八门的这个通告 或者是任务 那是靠什么 靠知名度 因为我在这场已经做了 模特大概做了 十几年了 然后都应该有认识一些 制作公司 那制作公司会介绍 制作公司来找我 对 做口碑的 做口碑的 对 好 所以呢 其实自己本身 一定要有累积 一定的人脉之外 那么当然在 这个应该是说 之后这个服务 可能也要够到位 对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不会夹后到手部 对不对 通常用过我们公司的 灵眼都说 我们是全台北市 灵眼最不像灵眼的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还是会挑好看的 对 有些人可能 可能会找一些游民 是 找一些那种 奇怪怪的去 当那个 那个女子演员 很多 然后不然就是那种 受伤了 一些奇怪怪的东西都有 是 那这个行业 到底在台湾是发展了多久 这个行业其实一直有 这几年的时候 开始越来越多了 包括一些很多 像路跑的 可能要有工作人员 他也直接来找我们了 因为素质比较好 路跑的工作人员 就是在旁边 比方说可能有在地水 或发东西的 那都有 那包括在世贸 发传单 或是在像一些卖场 是 试吃的 现在都有了 那我想说 其实你不接又觉得很可惜 那你多接一点 让模特工作多一点 对 那只要是不为 不为法的东西的话 通常公司都会愿意帮模特接 是 好像还有什么 整形什么医美诊所的 这种也来找 模特有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那这些模特都要怎么样 都真的就是 通常我们接这种案子的时候 我们都会要求就是 先检查身体 然后把 先了解这家公事 我们通常会找经济人 先去试用 像微整形这样的东西 您先试用吗 我也试用过了 对 所以一定要自己先觉得OK 然后就决定可以接 对 然后也要跟妈的沟通 你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就 通常我们做这样的东西的话 都会跟医美签约 一次签 签三年 那三年里面 这医美大家多少额度 让这个模特使用 是 对 那模特就变成免费 帮他做代宴 是 对 可能有些出席活动 或是一些海报 这个都是要配合他 小罗湘这种不是应该 很多的小模会很开心吗 他可以免费的接受到 微整形 这个好像可以帮他省很多钱 不是吗 是没有错 可是也不见得厂商愿意 他还是要那个 通常厂商希望这个model 是差异性比较大的 你太漂亮 他反而做也没有用 是 他本身就漂亮 你做也没有用 要找那种差异性很大的 不然就胸很小 帮他做大一点 那 年大 帮他做很小的 对 所以他们最大的顾虑 应该是说安不安全 对 品质到底如何 对不对 那不如不要整 所以通常这种东西 都会先跟model沟通完之后 才决定 要不要做这样的东西 是 所以真的 我们刚刚听到 就是说你接的这个case 真的是非常 非常的多样化 那尤其像是在这个节目的 这个通告 我看现在真的是 琳琅满目 刚才我们在这个报道当中 有看到所谓的分手擂台 就早期的这个节目了 现在也还是有什么 相亲 配对 这些节目 那这个也要来找你们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要在哪边找到这么多的来宾 这么多的俊男美女 你可不可以来谈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寻找过程 其实像这种寻找空 通常我们也是在公司一些 部落格或是一些脸书 破这样的资讯出来 对 那如果有模特来公司的话 我们会 你有没有兴趣 是 对 会去找 所以不是这种路上随便接访的 一定都是透过这个脸书 网路 社群 对 这个才比较有效 是不是 是没有错 你也不能找了太奇怪的去上 因为有时候制作单位还是会看 你长得好不好看 当然 对 像前阵子就会找一些像 政大台大那种高学历的 去相亲 可是这相亲的东西有时候就会 会较麻烦就是 他要去拍你工作的地方 还有拍你家人 所以这种案子通常承接不好承接 就有的时候这个有一点挑战性 对啊 有些人可能我愿意 可是他不愿意当他的家人 或是朋友 对 曝光 因为要有个引荐人 是 那像我们都已经当过引荐人 也不能再当了 对 是啊 因为像有些节目 你真的是 看了以后就发现说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 然后你就再仔细再去回想说 好像在别的节目看过他 然后那个人呢 就会被爆出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模特儿 对不对 对没有错 这样就会被人 可能也会有一些人批评 执疑说 这是不是算一种造假 现在台湾就是这样 你像包括一些像举牌的小姐 之前刚停播举牌小姐 或是国光爸妈妈的那个小姐 其实都是这样找出来 对 那其实现在台湾很多人想红 必须要靠这样的管道 才能红 就这样子稍微露出几分钟也好 也好啊 有些人可能在想红 他什么 他只要是愿意让它曝光 他都愿意去做这样的尝试 对 是 好 那等一下我想也进一步来请这个小罗来谈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呢 这个展场 你不论是资讯展啦 旅游展啦 汽车展啦 你到处都是看到showgirl 我真的非常的好奇 为什么都要请这些showgirl 这种所谓的美女经济是不是这么夯 而接下来又怎么看呢 等一下我们在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交点 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交点这个单元 在今天呢 我们来谈一谈啊 这个showgirl 汽车展场 资讯展 旅游展 好多好多的展 甚至是美食展 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showgirl 他们穿梭在这个展场当中 然后呢 就会看到很多的男性啊 在那里拼命的猛按快门 猛按手机 就是在什么呢 好像都是有点醉翁之意 不再久啊 都是在看正妹 我觉得这个正妹的经济啊 真的是实在是非常值得来好好的聊一聊 我们继续来跟小罗来谈一下 小罗其实你们也负责接很多这样子的case 像每两年的汽车展 今年也有 然后世贸展 资讯展 只要是什么展 需要的人 我们都会做 是 就是要使命必达 对 是 那像这种showgirl 好像我听到就是说 其实也有分等级 对不对 没有错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等级的话 其实就看你的知名度 还有你的经验 那费用通常 我们讲一般的 像资讯展好了 一天大概九点进去 六点出来 最高一个摩托大概三万 那最便宜一个摩托到两千块 到一千块都有 所以可能可以差个十倍 有有有 那一天赚三万 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好赚 是真的这样吗 真的很好赚 可是你背的东西要很多 背什么 可能要背稿 或是一些 可能有些人可能要有销售压力 要背业绩 对 所以其实你可能比方说 如果是汽车展的话 你还要懂车是不是 对 你懂车 而且东西很多 你必须要背得很厉害 比那销售还更厉害 所以是不是就是有所谓的 专业的车模 他就是专门做这一块的 应该没有这样 通常没有都是 每一年都去先选好之后 大概维持半年的时间 来训练这个模特儿 所以他其实这个等级 就分得蛮多 那这个通常一般 比方说模特儿跟经纪公司 大概都是怎么样来分账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公司通常就是 那个三期 三期 对对对 是是 那像这个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 为什么好像不只是汽车展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样的这个展 都喜欢找这个showgirl 来参加呢 画面比较漂亮 对 如果你一个展场全部是男生的话 我想应该不会有人靠近你 那你只能利用这个正妹 去帮你拉客人进来 对 是 可是如果是很多的帅哥呢 型男呢 难道就不如这个正妹或美女 当时 通常就会去世贸的人 通常会男生会比较多 女生比较少 对 那其实有正妹这样拉 喊的话 其实通通通常都会 客人会比较多 是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其实真的就比较容易吸引到人气 因为穿的少 又可以送赠品 送赠品 对 是是 所以其实像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正妹啊 出现在这个展场 其实好像已经好几年了 到现在这个趋势都还是持续不断 只是价钱方面越来越低而已 价钱越来越低啊 对 因为素人太多了 是 那相对的派遣公司多 就会有竞争力 对 所以这个竞争的这个压力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胜出呢 就各凭本事 对 所以像你们来找的这个showgirl 是不是就一定要也有所谓的 我不敢讲品质保证 但是就是说 它可能一定要符合某一些的这个条件 通常应该是看厂商开的价钱 他如果开两千 你不可能给他一万的模特 是 对 通常我们是看厂商的价钱给他模特 是 对 那通常我们跟厂商讲说 你这个价钱 我们给你的模特 可能到这个level而已 对 是 像现在这一两年 尤其我们慢慢感觉到 就是说 不景气 那这个是不是可能也会同样的影响到你们呢 其实就是价钱方面被压掉而已 其实还是很多需要这样的人 其实价钱方面没像之前那么漂亮 那么好 是 但是如果是接这种所谓的电视广告 这样子的这个通告 是不是当然这个收入不一样 电视广告收入会比较高 可是相对你就是要跑试镜 那不是每个 每次必中 可能搞不好这个模特跑了20次才中一次 对 所以电视广告可能会比那种Sugar更难接得到 你说这个挑战压力会更大 对 比方说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就比较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到 就是说你们通常在接一个case的时候 它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SOP 通常都是制片 或是一些厂商 先跟我们打电话来 然后把需要的东西先email给我 那我按照他们的需求去找模特 是 现在这个厂商是不是多半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嘛 就是说以电视节目来讲 我们看到很多的娱乐性的 谈话性的这个节目 越来越喜欢找一些你没有听过的素人 那广告是不是同样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向 有啊 像我们最近要找一个 履历棒球 棒球那个还蛮有名的替身 根本找不到跟他一模一样 你说杨戴刚的替身 对 像我们前一次刚拍完 也是一个艺人的替身 是 这替身就会比较麻烦 你要不要先从严程序的替身开始思考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说杨戴刚跟严程序很像 对 可是要一样的身高 一样的发型 一样的发色 真的是很难 是 那大概找了一个礼拜了还是找不到人 所以真的就是说这个素人当道 这个趋势还是持续不断 会一直 因为素人太多 想红人太多了 而且说真的 有些人或大学生可能觉得 这个打工赚钱会比较快 又轻松 所以相对就很多很多 是 是 那我也请教一下这个小罗 就是像你们要找这个各式各样的模特儿 那但是在你们真正在培养 或者是训练这个模特儿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怎么训练呢 其实像我们公司我们有帮他配到课程 这一段时间才能够训练到一定的专业呢 通常就要快 以我的话 我通常都是希望在三个月之内赶快就把他推出去了 可是有些人就是漂亮 你再怎么教他 他还是是不会 对 我觉得这是要看他的自己的那个 是 所以你们觉得是可诉之才的话 是不是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立刻签约 然后一定要有所谓的这个经济约的限制 通常我们公司会先配合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 是 对 要先看这个模特儿的配合度到哪里 然后如果觉得不错 那他觉得公司不错 后面开始就会所谓的训练课程 那公司的训练课程通常 我们签约的模特儿都送给一些 比较有名的老师上课 对 像郎姐啦 或是陈美芳老师都有 是 这些都是在这个戏剧界表现 非常杰出的女性 所以你们其实是不是真的也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再经过另一套系统的筛选之后 然后才会去决定说 谁是真正的可诉之才 对啊 像我们之前就一个范绍勋 也是上了郎姐的课之后 他觉得不错 就去演了那个迪士尼的频道 儿童节目 对 是 然后最近刚拍完跟柯佳青 构品材的原来有爱 对 那网路电影 是 那所以是不是真的从你们这个训练之后 也有很多的这个素人 慢慢变成是大家所比较认识的明星艺人了呢 其实我们公司很多 真的啊 你可不可以举些例子呢 像最近怀孕的 梁又玲 是 对 然后像 呂玉芬 那都是我从高中的时候带出来 然后签给基金公司的 以前我刚做的时候 比较不喜欢签人 因为我觉得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是 那后来就是 跟他合作 像赖维如也是 都是我带出来的 对 是 那像其实你们自己在观察 就是说 现在目前在台湾的这个摩托尔经济的这个市场 就是说 因为真的越来越多的竞争了 而且我们看到是这种摩托尔经济 有的时候真的有点大者横 大这个趋势 所以小罗 你自己在这个娱乐圈又打滚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真正能够维持一个长心术的这个姿态 那凭借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刻苦耐劳 对 就算你已经是很红了 很大牌了 你还是要这样吗 对 你还是要这样 因为其实你不要 现在社会是现实的 你价钱如果差一点点 他就换人了 真的 有时候我们报价 模特 比如婚纱目录好了 我说报一万五 别人报一万二 抢走了 你就没有了 所以变成有时候 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厂商要我报价的时候 我都很为难 是 报太高 他又跑掉 报太低又 公司没有利润 model也没有利润 然后些爽到 就是厂商爽到 是 对 那通常 现在公司的做法 就是我通常接到 我说 那你们自己有预算吗 对 先问他们预算 我是在报价 是 因为现在素人太多了 而且是不是可能 你也得知己知彼 就是说还蛮清楚 可能别家 可能你的对手 他们会怎么出手 是不是这样 通常这个都不知道 是谁出手 都不会 就是等这案子出来 才知道 原来是他接走了 因为通常厂商 他不会跟你讲说 他给谁 就不会讲 是 那像现在去台湾 台湾这个市场 是不是 你会觉得越来越小 可能也有这种 往海外去发展的 一些想法呢 其实有点想去海外 像内地也有 可是后来去了两次之后 我觉得 还是台湾好 因为内地模特儿 太多了 而且内地的模特儿 真的比台湾 还更赶 是 举凡说 吃饭之类的东西 他们都是可以的 是是 对 那我觉得 就是一些潜规则 对 所以变成说 其实在台湾 其实台湾市场 就是这么大 那其实 还是那么多人 需要这样的人 对 所以说 我还是觉得 在台湾就好了 而且是不是说 其实你台湾 自己本身 就是你一个 不是那么的熟悉 这个大陆市场的话 你在那边 你去观察一下之后 你觉得 还是 再看看就好了 再摸手一点 可能比较好 那其实说真的 我们到 内地好了 它太多潜规则了 你玩不赢他们 真的玩不赢他们 是 你看台湾有几家 大公司 香港海外 一定都在大陆都有 是啊 那我觉得 好不好 其实我们的心智都民 因为其实 大陆的模特儿 都比台湾还要优秀 他们有专门 在训练模特儿的地方 是 对 你看他们车磨都很可怕 是 我们也看过 在网路上面 有PO过一些影片 照片的 就是其实他们 其实很感秀的 所以以现在目前来讲 台湾这个市场 虽然看起来小 但是深耕 其实还是有前景的 就是做口碑 你看我做那么 那么久 还是有些厂商 都跟我很久了 你只要你的模特儿 优秀的话 应该都不会有 跑掉的问题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小楼家族执行长 罗伟伟先生 来到我们的亚洲最前线 广告之后回来 今日我最赚呢 我们透过镜头 带您看看 爱沙尼亚 这个全球 一化程度最高国家 他们的科技 国民 马上回来 欢迎你回到 亚洲最前线 爱沙尼亚是全世界 一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爱沙尼亚 所有的政府单位 或者是金融体系 一成立就数位化 所有的服务交易 都是透过网路的 带您来了解 爱沙尼亚的 一化革命 来到爱沙尼亚的 首都塔林 我们仿佛走入了 欧洲中古世界的场景 红色圆顶的古城里 还建得着 十一世纪盖的城墙 错综复杂的巷弄间 耸立着 哥德式建筑的尖塔 高高低低 起伏错落 有股童话世界的魅力 很难想象 今天这里却是全球最一化的未来城市 欢迎您跟着遇见未来城市 来到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的爱沙尼亚 这个人口只有130万 比台北市还要少的国家 最近却在国际间受到高度的关注 关注它的科技崛起 1991年爱沙尼亚 它脱离苏联的时候 全国不到一半的人口拥有室内变化 但是在过去20年 这个历史上长期遭到殖民的国家 却已经翻身成了科技大国 2007年爱沙尼亚成为全球第一个 开放大选网络投票的国家 爱沙尼亚九成人 每年用网络报税 过程只需要五分钟 全国人都用手机付停车费 健康记录存在云端上 不用调阅病例 医生只开电子处方签 迷你滨海小国 如何跃身成为全球最一化的社会 我们来到爱沙尼亚国家科技示范中心 这里没有想象的酷炫未来感 因为一切的科技都在云端里进行 爱沙尼亚九成人都使用的电子身份证 就像是台湾的自然人凭证 但它同时也是驾照 健保卡 悠游卡 透过电子身份证可以进行电子签名 因为跟传统手写签名概章 有同等的法律效应 在爱沙尼亚 几乎所有的政府服务跟行政手续 都能透过网络办理 被称为是Xroad的云端平台 将政府原本各自独立运作的资料库 整合到一个可以资料互通的高速网络 减去传统旷日费时的公文流程 在爱沙尼亚 登记一家公司 透过网络只需要20分钟 买卖土地 双方不用见面 可以远距签约 所有的审查作业都在云端进行 就连警察巡逻 看到可疑的车子 都可以透过车牌 立刻得知车组所有的记录 进而来判断 是否有必要拦下对方 爱沙尼亚异化的程度 已经引发了国际的讨论 一手推动爱沙尼亚异化的Lina Vike 他最爱用电话的故事 来说明爱沙尼亚在1992年脱离苏联时 现代建设有多落后 通常网络崛起 爱沙尼亚决定以科技建国 最重要的就是要投资教育 爱沙尼亚重视科技教育 90年代建国初期 当时学校还没有暖气 屋顶还在漏水 老师月薪100美金 但政府就坚持 要在全国每一间教室 装电脑接网络 爱沙尼亚去年起 让小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 透过乐高机器人 学习电脑程式 机器人怎么前进 怎么后退或转弯 小朋友摸索简单的coding 老师一旁指导 课程的目的除了熟悉电脑语言 也是在训练逻辑思考跟创造力 让孩子从单纯的科技消费者 变成开发者 是否移行正常下段 是 是 这位是一百百万新的年代 由大家都有技术 的啦议应该 还是电脑 上运转运软 也是 他们已经成变老师 大学 专家说教育改革需要15年成效才能看见 爱沙尼亚科技新创公司的发展 最能证明这一点 你我常用的Sky 就是爱沙尼亚四个年轻小伙子发明的 2011年被微软以85亿元买下 Sky的成功掀起当地的创业热潮 运用3D建模技术的线上诗衣网站FitsMe 可以解决网购衣服不合身的问题 今年成功吸引了上千美金的融资 提供廉价汇款服务的TransferWise 成立才两年也没到了600万美金 一系间爱沙尼亚加入了柏林伦敦甚至西部的战场 抢国际创投天使基金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报道 人口只有130万的爱沙尼亚 新创公司的数量 如果以人均单位计算是世界第一 而这些科技公司的产值 更已经占全国的15%GDP 不知不觉中 在全球化的舞台上 爱沙尼亚后发先制 扮演起创新的要角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我们下星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